9月8日 有网友曝光 芒果电视台门前被八个人围住了 他们身穿统一服饰 上面印有醒目的李维嘉诗德艺人几个大字 在闹事中颇为引人注目 李维嘉怎么也成了诗德艺人 难道芒果台这最后一缕清风 也翻车了 原来李维嘉代言的某茶饮料跑路了 加盟商被骗得血本乌龟 又找不到品牌方 只能找到代言人李维嘉讨说法 当初很多加盟商是看中李维嘉的人品和名气 才选择了该品牌 没想到遭欺诈跑路 其中肯定有李维嘉对品牌把控不严的责任 不怪网友把满枪木火发泄到李维嘉身上 这几位加盟商选择的时间点刚刚好 正赶上芒果台积极旅行清朗行动 可惜他们的出发点很好 但结果却是出人意料 前有老好人何炯收音员里人设崩塌 随后牵连出无心 杜海涛在二手平台挂收音员里 杜海涛还因此被扒出商业版图 旗下的餐饮店屡屡爆出食品卫生问题 口碑下滑 谢娜虽然没有大问题 但从初到开始就因为业务能力步行被喷 关于她为什么被人讨厌下面 总有着极高的点赞评论 所幸谢娜在黑红中维持热度 原本宣布九月即将产后回归 可惜现在不知道快本会不会因为李维嘉发生大变动 快本不好过 隔壁天天兄弟也同样如此 何炯之后 汪涵代言理财产品涉嫌欺诈的是被曝光 和李维嘉这次如出一辙 被追债者堵入问责 好不容易平息风波 前锋又爆出丑闻 好巧不巧 前锋还被舆论攻击着 昔日伙伴田园出手相助 靠自身的丑闻帮兄弟分担注意力 不愧是一起工作的好伙伴 汪涵接连损失爱将 大张伟又传出可能离开天天向上的新闻 大家还在猜测 下一个成为汪涵左膀右臂的 是杨迪还是刘维时 快本这边又出现大动荡 芒果台真可谓一步未平一步又起 谁能想到 李维嘉竟然也会翻车 芒果主持人接连出问题时 大家胜赞 李维嘉是唯一一个三观症 没黑料得以自保的人 结果 我久见 真就等到了他翻车的一天 在联想起何炯当初介绍李维嘉的名言 你的生活 我不想错过 我的生活 你休想知道 还真是一语成衬 李维嘉的确像自己所说 神秘到观众看了他十几年 都不了解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快本舞台上 他控场和接等能力不输何久 血总相的边缘人被大家忽略 就连私生活 也是丝毫没被外界窥探到 只能根据一些细枝末节 推测他多年误婚的原因 有传闻他和芒果高层龙丹妮关系不一般 密恋多年 只是没有公开 两人感情无疾而终后 李维嘉还因为报受 拖向上了热搜 坊间猜测 这是情商所致 此后又传出 李维嘉所爱是同性中人 两人在社交平台 暗戳戳的互动秀恩爱 不过李维嘉对此坚决否认 这么神秘又干净地维持到2020年 李维嘉被爽子牵连 网友扒出李维嘉名下的所有产业 其中有七个和他相关的公司 不过 很快又有八卦账号公布 李维嘉早就从这些公司退出了 维嘉也发声明表示 这都是谣言 自己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好不容易从风波中全身而退 结果现在又被人追到家门口 讨债问责 李维嘉这两年也足够艰难 不只是他 整个芒果卫视 恐怕都是人心惶惶 越是怕什么越是来什么 刚签完易得承诺书 旗下一人就纷纷出事 处境堪忧 再这么下去 快乐家族就要变成翻车家族 天天兄弟变成他方兄弟 不知道下一个登上热搜的人 又会是谁